2024年 巴黎奧運已經登場了 不過今年台灣有很多的名將 都是最後一舞 其中就包含了 宇宙一姐戴智穎 網球一姐謝淑維 還有舉重女神郭信淳 通通都受到關注 大神們比賽錯過不再 粉絲們當然要鎖定 其中戴智穎奧運首站 運動餐廳早就擠滿球迷 拿到一個奧運金牌 不單單是為了台灣 也為了他自己 畢竟是最後一次了 而且他之後隱退了 所以他就想要幫他加油 店長也說小呆人氣高 下午來客量增加一到兩升 現在先沒有想太多 我想先過一下 就是每天不用被鬧鐘叫醒的生活 回顧帶進傳奇生涯 女單世界排名第一 紀錄保持人 也是女單盛場 及國際賽奪冠數保持人 上屆東奧拿下銀牌好成績 這回要在五環殿堂奪下金牌 當作完美句點 奮力一舉舉出世界金牌 舉重女神郭信淳 2016里約奧運 奪得58公斤及銅牌 2021東京奧運59公斤及金牌 更是抓舉停舉及總成績 創新奧運記錄 三馬本來就沒辦法 一下子就可以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多給他一些時間 郭信淳也說 要是能繼續比賽 就會堅持 退不退役 就看身體狀況 王舅一姐 謝淑薇今年38歲 這是繼2012年倫敦奧運之後再次參加 去年四月重回賽場 15個月拿下第五座大滿冠冠軍 而且和四位不同搭檔 堪稱百搭女王 儘管他沒有明確指出 這是他最後借奧運 但年紀考量下 也可能是出戰奧運最後回 世界名將即將卸下戰袍 要在巴黎奧運留下美好回憶 TVB的新聞球獎張惠仙 台報道 奧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都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V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